快本官宣谢娜回归 快乐大本营谢娜 回归是哪一期新主持 李浩飞还在吗 众所周知 快乐大本营的当家女 主持谢娜由于怀孕 生孩子的原因 离开快乐大本营的舞台 快一年了 谢娜在快本的时候 不少人觉得太吵 但是这么久没见她 还是有不少网友表示想念 纷纷呼唤 那节早日回归 而就在3月9日 快乐大本营的官方 微博放了一张五个人的合影照片 并配文称 阴到五人 十到五人 无缺席 3月10日本周六晚 20点20分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久别重逢的谢娜 也出现在了其中 而很多粉丝 也认为终于能在明晚见到 产后复出的谢娜了 真本还是蛮期待的 但却有网友在下方留言道 就是微博合集 搞得像回了一样 这只是之前 没有播出的画面 其实 自从谢娜生产后 关于她的付出消息 就源源不断 而很多粉丝也希望 她能够尽早地付出 毕竟没有谢娜的 快本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而谢娜怀孕离开 快乐大本营后 快本来了新人代班 其中饱受争议的 就是新人主持李浩飞 在舞台上抢话 抢镜 挡住嘉宾等 小动作不断 但是何炯在节目中 为李浩飞说话了 也是力挺李浩飞 不得不说李浩飞这前景 还真的很不好说呢 李浩飞近日也发文称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非常荣幸 会努力把压力变成动力 李浩飞这一番话 表示了李浩飞 还会继续在快乐大本营待下去 难道以后快乐家族的五人组 要变成六个人了 此外 根据网上消息 谢娜真正回归 快乐大本营 还要等到四月底 毕竟刚生完孩子 没多久 还要一个缓冲时间 四月底应该就能看到 谢娜回归的那一期了 具体哪一期 还要等官宣